嘿,我是Kido 今天你可以和我一起通过绘画疗愈 来更真实地链接上自己的身体 你是如何在看待和对待自己的身体的呢? 在开始今天的练习之前 你可以为自己选择一首喜欢的歌曲 然后深呼吸三到五次 当你感受内心完全的平静之后 展开你的画质 这个练习你可以独自进行 也可以和我一样和好朋友们一起进行 首先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的脸型是什么样子 将它画出来 是圆圆的还是尖尖的 亦或是其他什么形状吗? 接着勾勒你的脖子 手臂和腹部 你是如何在看待你的身体的呢? 无论此刻你画出来是什么样子 都没有关系 你现在可以完全地放松和保持真实 你只需要跟随自己的直觉去勾勒 也许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念头会升起 你会害怕自己画得很丑 或者你根本不知道如何下笔 你对自己升起了各种的评判 还有对比 任由这些念头的出现 轻轻地觉察一下 再让念头自然地消散 最后画上你的腿部和脚部 当你将自己的身形勾勒完成后 请根据直觉 为每个部位涂上适合它们的色彩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观察一下 每种颜色和这个部位有什么联系吗? 在那里隐藏着什么样的情绪和感受呢? 你可以在旁边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书写下来 也可以像我们一样一起分享 比如我感觉肩背十分地紧张酸痛 我感觉腹部特别地柔软 任何色彩和形状都展现你内心 对身体真实的觉察 花点时间和你的身体对话 捕捉身体传出的信号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 在这个过程中疗愈身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